朴槿惠世創漢江奇蹟 曬來助興 朴槿惠昨天七萬多人見證下宣誓就職 展開五年任期 他說要實現經濟復興 國民幸福文化昌盛這三大夢想 再創韓戰之後 臨入極速復甦的漢江奇蹟 但最重要當然是國民安全 在昨天凌晨正式接管軍隊統帥權限後 第一件事就是聽對北韓監視和警戒狀態的報告 然後又馬不停蹄地接見外賓 其中一個同樣都是女領導人的泰國總理英錄 而中國俄羅斯特使和日本副首相馬生太郎都有見到 還好似好朋友 但日韓關係其實是一般 就是因為獨島主權問題 南韓還有消費者組織 發起下個月1日抵制日課 鄒獻編